贵宾致辞 恭请南投县大家长林明珍县长致辞 师尊 师母 各位大法师 各位大德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雷藏市邀请金母法会来自我们全国过地来参加今天的法会 我们看了都非常的高兴 尤其在师征的带领之下 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虔诚 那么我县长一个人来 就是代表南投县五十万我们的县民 来这边为我们的师真师母表示非常的感谢 我们师真师母还有啊 要求金母对我们南投县在五行中的保佑啊 我们都非常的感激 因为我深深的感激在哪一点 我当了两年的县长遇到五个台风 结果这个台风啊 眼看的要进到南投县来了 结果在几个小时之后啊 又转向了 南投县他就没有进来 所以啊这是我们师真师母 还有我们的姚楚金母的保佑啊 让南投县能够这么平安的 过了两年的这个风灾啊 我们是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远从瑞典来的廖大使 他从瑞典来今天特地参加 我们这个大法会啊 我真真的非常感谢 尤其我们的廖大使啊 我在今年啊 四月份的时候啊 有到瑞典去啊 考察我们瑞典的一些建设 一些社会福利啊 所以啊 他们这个社会福利做得相当的好 所以我回来之后啊 我也认真的在学习 改善我们南投县 改善我们整个社会福利 对老人的照顾 我们就认真的在推动 仿造瑞典北欧国家的 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 规模 那个好的典范啊 我们拿回来啊 做一个 做一个推动的一个借境 那么今天啊 我们在这边 办这个大法会啊 相信各位同盟 各位大德 大家都这么的虔诚啊 那么我们雅厨金母啊 还有师贞师母啊 一定会 比喻各位在这的同盟 大德们啊 大家 今年四月都非常的成功 家庭都非常的幸福 我们在这边 祝今天的大法会 胜利成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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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